又有一位球人经常围在小白鸟掉进了通风牛里面 我们到的时候发现这个小球猫都很有猫德 非常信任人小猫见到球人大姐就围着他跑 而掉进通风牛里的小白猫原来是掉到最底部 经过大姐一个晚上的努力 用绳子掉下去一个筐子 小猫很听他的话进了筐子可是拉到当中的时候 小猫跳到当中的边缘上 然后大姐再怎么弄都弄不上来了 都已经计划人下去捞猫了 最后联系上我们 这种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因为小猫的性格好配合度高 是就难度小 唯一的问题是通风牛的开口很小 我只能趴在这里 手伸一击去掉小猫 由于第一次对小猫和上面的距离计算错误 掉猫肝的长度不够 但是我使不上力气 于是重新调整掉猫肝的长度重新来 小白猫也非常的配合 可以说不是我套手它 是它主动钻进了套锁 我把小猫套牢后 准备把他拉下来 此时林老师已经戴好手套等着 小心上手 你这个杆挡着你 好好 让开 等小猫掉上来的时候 原本又有一场激烈的巨战 没有想到这小白猫非常的阴谋 竟然毫不反抗 而且非常配合的让我们取下套锁 放到地上后马上就在旁边摸爪子 好像在通风景里空上 对他来说就是跨着个地方玩了两天 可能他在通风景里困住的时候 大姐一直在 他这种有大姐在就不会有危险 把他掉上来后 他也不走为了大姐和我们转 最后连不带手套的冰冷 他已经轻易抓了他 手抓不住 小猫在这种生存环境下 可能被领养还要活得快活 所以给他请问一下活得快活 只要再给他做个绝育就行了 大姐说已经帮他找好了医院 在我们走的时候 也才抱着他 嘿小朋友 你说谢谢 谢谢这些哥哥叔叔来救你 今年通风景就是个刷新点 不断地刷新出来小猫 这个通风景里面也有小猫 而且下面比较复杂 关键是看不到小猫在哪里 只能听到有个像鸭子一样 有小猫在叫 求人说小猫在下面 已经叫了好几天了 这种情况只能下楼 于是我们把我们放到通风景的底部 当时还是夏天 小鲨鱼还没有去热饼 我来了路上还顺便买了个瓜 再等小猫进龙子的时间 我们准备吃个瓜 刀老师刚吃了一口 狭小鲨鱼就说抓到了 我们过去往下面一看 龙子里面有穿橘色 看来是一个小猪猫 我把龙子拦上来 想到龙子里面把小猪猫拿出来 小猪猫虽然在通风景里面好一天 但求助人每天投尾 依然心脏体装很有劲 我是和他斗了两回 和菜把它控制在手里 小猪猫表示 要不是他被困了好一天 我们猫的群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有一个小举猫叫像个鸭子 所以在取名叫像个鸭子 求助人的朋友正好想养一只猫 一同参与了救助像个鸭子 也算是有缘分 就成了像个鸭子的领养人 就在这个周末 几天下雨的时候 一早和猫入了云花眼里和我说 几天有个高空最困的猫 出人找到三米去了 所以又要周末加单了 林老师和小李小圈 结束了周末的休息 就给我出任务了 小猫是困在了四楼外的一个阳台棚子上 雨已经下了几个小时了 小猫全上下雨就赢透了 追求人说 他打了很多电话 求你都没有人来 所以他也想到猫不入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就在 这种情况还是用吊猫盖 如果不是因为下雨 我们还会在下面布上一张网 以防小猫硬移跳下去 据求人说 他经常问这个小猫性格挺好 所以我冒险尝试直接用吊猫盖掉 果然如求人所说 小猫情绪很稳定 我很轻易地操住了他 现在就是把他拉过来 由于是在楼道里活动范围有限 我只能上到最上面 让他拿着航空箱 在最下面 让我一杆地把小猫捅进了航空箱 这只小猫长得很奇怪 脸上是三花 身上是戴帽 实在不知道他应该是三花还是戴帽 我们从到现场 到把他救下来 全身不到十分钟 而在休息的刀老师 看到群里面要去救摩的消息 从家里面刨出来 你咋来了 我还找到没找着 为了让刀老师有点参与感 我们让刀老师开车把小猫送到了医院 所以给小猫取名叫重灾参与 到了医院我们把重灾参与拿了出来 这才仔细看到了他的长相 严格来说他应该是一只三花 就是被语音了才想那么潦草 这要是放在野外 也是妥妥的大美女 遇到扎猫的概率会比较大 所以得做个比赛 看有没有怀孕 还好扎猫不中又没有怀孕 又做了其他的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 于是送了他一份好好的套餐